下一份言报来自招商正确 他认为高端装备行业受益产业政策 制造业升级供给侧改革并购重组出口战略 回调之后可加大配置智能装备 核电装备高铁后市场板块 目前智能装备板块他认为市值还不大 行情就有板块效应 相对看好技术升级较快的3C自动化 受益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锂电自动化 包括具有智慧工厂整体方案解决能力的公司 像银河科技 智云股份 黄河旋风 机器人等等 另外还有是核电装备 他特别推荐的是台海核电